与中国关系这么铁的巴基斯坦想买歼20为什么要遭到拒绝 四个因素决定我们的做法 各位好 欢迎来到赵太阳光下市 巴基斯坦一直对我国有着密切的联系 而中巴两国也一直保持友好的交流 巴基斯坦对我国的歼20更是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在八方看来 中方向其出售歼20似乎不是没有可能 那么为什么与中国关系这么铁的巴基斯坦想买中国的歼20却遭到了拒绝 因为事情远不像表面上看起来的这样简单 我们的歼20与俄罗斯的苏57以及美国的F35都是同一梯队 在未来的一段时间 歼20也将成为中国空军的主力 而现在仍在不断扩产当中 如果我们出售一部分给巴基斯坦 可以让八方对印度采购的法国阵风产生压制 其实对中国是有利的一面 为什么我们拒绝了 四点 我们来说一下其背后的原因 第一个就是歼20的造价 歼20光一价就在上亿美元 战机一买最少是几十价 就是说巴基斯坦光购买战机就要花费数十亿美元 这对于其来说不是一笔小数目 但其实中国与巴基斯坦的合作更看重的不是利益 钱不是最根本的问题 不然也不会带领巴基斯坦共同研制骁龙 让巴基斯坦走上能够自产骁龙战机的道路 除了利益因素还有什么呢 第二个就是中国目前服役的歼20数量也是有限的 所以想要让歼20的数量能够抗衡美国的五代机 继续扩大规模是现在的首选 尤其是美国现在在咱们的台海以及南海地区的动作频频 我们更需要加快生产歼20的步伐 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自然不会再去另外去销售歼20 第三个也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担心歼20的技术会被泄露 虽说巴基斯坦与我们关系好 但是好亏好 巴基斯坦与美国在军事上也有合作 而且未来还可能与土耳其合作研发战机 所以说如果中国售卖歼20给巴基斯坦 八方一旦将技术泄露给美国为首的北约 这对中国空军将是极大的威胁 第四个原因 更多的是想从国际关系出发 中国不想用此举去刺激印度 迫使印度加强和美国的合作 从而导向美国 印度本就糟糕的军工制造业 如果要等他们的五代机服役 还不知道要等到猴年马月 如果是这个时候 巴基斯坦从中国购买了歼20 势必会让印度有种被打破平衡的感觉 从而让印度转而向俄罗斯或者美国引进五代机 而由于俄罗斯饱受战争拖累 也可能没有更多的精力满足印度的要求 美国就成为了印度最好的选择 如果印度从美国引进F35 那也会相对提高中印边境的危险系数 所以以上四个原因都说明了中国之前 为什么拒绝巴基斯坦引进歼20的请求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永远的朋友 只有永远的利益 害人之心不可有 但防人之心也不可无 如果说中国向巴基斯坦提供歼20 除非我们已经大规模服役了这个战机 而且有更先进的技术储备 或者是为了维持战略平衡等需求 这才有可能实现 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点赞转发 留下你的精彩评论